各位早晨,歡迎收看一節天氣 我是蔡子純 今早天氣不錯 由中華望粗維港兩岸 見到天上的雲不多 預計香港今日的天氣都頗好 至於氣溫方面 去到今早早的六點鐘 見到香港各區氣溫 普遍都介乎22至26度之間 我們預計香港今日的天氣 將會是大致天晴大有煙霞 日間天氣嚴熱 最高氣溫會上升到32度 為吹微風 接著一齊看看大範圍的衛星影像 可以見到雖然廣東地區的天氣今天不錯 不過遠一點 在雷宋海峽近南海東北部的地方 就有一個螺旋形雲團 一個熱帶低氣壓 我們預計這個熱帶低氣壓 接下來的一兩天 將會向偏西方向橫過南海的北部 接下來一兩天 香港的天氣可能就會變得沒有那麼穩定 這些問題都會繼續密切留意著最新發展 今天可能是要考慮發出一號的戒備訊號 接著看遠一點 除了這個熱帶氣旋之外 在西北太平洋的上空 亦都見到強颱風山竹 我們預計山竹 接下來的幾天 將會是橫過西北太平洋 向偏西方向移動 進一步增強的有機會 並且去到週末期間 有機會為華南沿岸構成威脅 天文頭亦都會繼續留意著 它的最新一步的發展 我們看看展望 去到預計未來一兩天的時候 預計風勢會比較大 而且亦都會有幾陣的狂風骰雨 今次明天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 再見